各位好,我是大大 这一次的分享视频呢 想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一种现象 就很多比较老的摄影师 或者说很多帖子 会建议大家把直方图打开 然后根据直方图 来进行创作一张照片 那很多新手不了解 就只知道其中一点点 然后就不了解 就会以为这个直方图 是我们的摄影指导方针 就要刻意把某一张照片的 这个直方图塑造成某一个形状 然后再来拍摄 那这个时候拍摄照片反而是不对的 曝光是不正确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使用好 这个直方图呢 或者说到底要不要打开直方图 来进行创作呢 我自己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不需要的情况下 可以不打开 一切以你的人的眼睛 看到的画面曝光为准 不要太过度的去信赖这个直方图 其二 要正确认识直方图的地位和作用 再去用它 那第一个我们就没什么要讲 用眼睛来看 就不管你打不打开 你都要以眼睛看你的屏幕 作为判断标准 第二个 怎么才能够正确认识直方图呢 我们先打开一个照片的直方图 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就用这个相机里面的 这一个直方图 如果你发现你打不开 你点info按钮就可以打开了 这个就是直方图 直方图呢是分为纵轴和横轴的 纵轴表示数量多少 横轴表示你的当前这个实景画面 从暗到亮的像素分布 最暗最亮的像素 那比如说我当前这个直景视野里面 白色这个脸 然后这个背景都是白色 偏白 所以它会在这个位置 黑色比较少 在左侧有点点 然后别的呢都是比较少的 那你看下 如果调整我的参数 整一个直方图是往右侧偏了 这个峰值 说明我的画面中 白色的像素偏多了 偏亮的像素变多了 那么这个峰值就起来了 那如果我把这个画面变暗 变暗 它就往左侧移 同时 这个峰值往左侧移了 然后亮比较白的像素 没有了 这个是直方图一个作用 它只是用来实时 帮你显示 当前你的这样照片 它的一个 最暗像素到最亮像素的分布情况的 你拍摄的画面不一样 它这里面囊括的物体不一样 它的这个直方图就完全不一样了 比如说放一个黑色物体进去 那么黑色的地方有一个峰值 白色的地方也有一个峰值 然后调节参数 它又会不一样 又会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直方图一个作用 它的作用仅限于此 它只是相机里面 或者我们后期调色软件里面 给到我们的一个工具 来帮我们实时勘测 像照片里面 不同亮度像素的数量分布 所以不同的照片 它的直方图就绝对是不一样的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它们就会不一样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 任何一个标准的直方图 那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不是有亮掉照片的直方图 应该怎样子 暗掉照片的直方图应该怎样子 中间掉照片 它的峰值应该在中间区域 那暗掉要在左侧区域 亮掉要在这个白色色的位置 那这个是一个大概的判断 但是正确的使用 不是以直方图为你的指导方圈的 不是说你这样照片 我要把它拍成暗掉 所以我要刻意调参数 把我的峰值设置在左侧 那你要想一下 你的这样照片 你当前这个世界 是不是用来拍摄暗掉照片呢 比如说你拍摄环境都是白色的 你强行要把它压成暗掉照片 合不合适呢 当然是不合适的 所以正确使用 第一个 你要眼睛看你的这个现场 是不是适合用来拍摄暗掉或者亮掉 如果适合在对应的去调解你的直方图 让它符合暗掉或者亮掉照片 这个才是正确使用 那这是关于 就是我一直有听到 很多同学问 老师怎么打开直方图 我要用直方图来进行创作 其实这个时候 他对直方图还不太了解 这个时候你打开直方图是没有用的 反而可能会成为你 这个血迹过程中的半小时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不要着急去打开这个 而是要正确理解后 再来使用它 那我们这一次关于直方图的一个使用 和一些舆论 或者一些观点的分享 我们就讲到这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直方图怎么用 你想要新种学摄影 你也可以直接找我 我这边呢 是有会员制的 你加入会员过后 我们是可以 学末课程都免费看 然后同时 我这边会提供一对一的解答 我会一步一步的引导你 完成你的学习目的 那如果你不需要 那也没关系 你可以关注我 我平时都会分享跟摄影相关的一些周边知识 那这一次的分享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